学佛后 我们知道四月每年都会举办超度法会 去参加时就会填写超度名单 名单里有上百个亡人的名字 既有过世亲友的 也有其他人拜托填写的 如果说长期留着这个电子名单 并且参加各种法会时 也会打印出来一直带着纸质名单 这样做会不会对自己有不好的影响 自己应该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但是这个王者的这些名单 就是光是自己保存还没有用 就是交给这个超度的 左超度的寺庙 然后寺庙它有可能发挥的现场 这个名单要给僧众念 然后僧众就听到了以后 他们就是为这些网者回向超度 这样子的话是有用的 当年佛陀宰的时候 比如说每一次给佛陀公宰的时候 佛陀的这些使主 尤其是这些大使主门的名单 就是一个长长的一个名单 是要给念念完了以后要给他们做回向 做回向的 所以就是我们后来的这个寺庙 他们也会做一些这样子的这个超度 那那个时候就是把自己的情人 还有其他人的 反正就是需要回向的 需要超度的 这些人都名单 就念出来交给死苗 这样是有用的 但如果是保存在自己的手机里面 待在身上 我觉得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就是说如果说你在意的话 就可以不放着 但如果说你不在意的话 也问题不大 对你自己不知足的话 这不会有什么问题应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